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記得好幾年前 微信那時候要推微信支付 然後微信就出了一個發紅包的那個功能 那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去綁定他的微信支付 所以微信支付後來就變得非常的火熱 已經快要跟支付寶 或者是已經超越支付寶,我不知道 那總之呢 就是已經很多人使用微信的支付功能 就是因為當初發紅包非常多人去使用 那發紅包之後 領紅包的人就一定要去綁定這個微信支付 那現在Line也已經出了這個功能 就是昨天2月1號的時候 今年是2019年 然後昨天2月1號的時候 Line已經推出了這個功能 那他目的呢 就是希望去綁定一卡通 就是Line他有LinePay的功能 那LinePay他去綁定一卡通 那一卡通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譬如說學生他們沒有信用卡 那他們去申請一卡通 一卡通就好像那個 裡面只要有儲值就可以去刷這個一卡通 那只要跟這個LinePay綁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個使用LinePay去付款 那他就會從一卡通裡面去扣錢 那一卡通也要去儲值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2月1號的這個網頁 他講的這個發紅包的功能怎麼使用 那我先講一下發紅包功能有什麼好處好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做行銷的人 你今天去發紅包人家就會搶紅包嘛 那你要在哪裡發 你可以單獨發給某一個人 或者是單獨發給某一個群 或者是在某一個群裡面呢 底下去新增這個發紅包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就知道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昨天這個LinePay發紅包 拿紅包最高得點888點這個新聞 那底下我告訴你說參與活動必須注冊LinePay一卡通帳戶 並且確認帳戶的餘額是足夠的 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 才能收到發紅包訊息和回歸點數 活動內容就是在活動期間裡面 用LinePay去發紅包給親朋好友的話呢 就有機會贏得最高888點 這個點就是LinePay的點數 那這個活動限制是以注冊一卡通帳戶的用戶參加 所以他就是要你綁定一卡通然後去發紅包 領紅包還有開啟驚喜紅包 什麼叫做開啟驚喜紅包呢 就是你今天發紅包的時候 然後有人去領紅包 領完紅包之後呢 發紅包的那個人呢 LinePay他還會官方還會發一個驚喜的紅包給你 你把它點開之後呢 可能是明界會顧就是沒有任何講 或者是裡面會有點數 像我剛剛就已經發了好幾個紅包出去 然後我剛剛就有得到LinePay官方給我的 開啟驚喜紅包 那裡面就我我就有抽到8點 一個紅包8個點這樣 有的是明界會顧沒有這樣 然後使用一卡通帳戶發送紅包到群組中或好友的話呢 這個好友領取紅包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驚喜紅包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你在群組裡面一次發出20個紅包的話呢 如果20個好友都領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20個驚喜紅包 那同一個人如果領了你發出紅包呢 你最高可以獲得一次的驚喜紅包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再獲得更多的驚喜紅包 就發給更多的好友紅包就對了 所以你發的越多 你自己就領的越多 但是你領到的那個驚喜紅包裡面不一定有點數 不一定 驚喜紅包裡面獎項就是LinePoint的點數 收到驚喜紅包的活動資格的用戶呢 需於2月15號記得 晚上12點以前去開啟這個驚喜紅包 如果過了2月15號之後 你再開就沒有了 那你之前發出去的紅包就白發了 因為你領不到驚喜紅包 然後LinePay用戶於活動期間內最高可以得LinePoint的點數是999點 累積滿LinePoint的點數999點的用戶呢 恭喜從驚喜紅包中畢業 就是你最多只能領到999點就對了 好了問題來了 還有很多人還沒有綁定一卡通 那怎麼去綁定呢 趕快加我的LineAd 看一下下一段影片 還有怎麼樣發紅包 怎麼樣零點數 趕快看哦